你这是来拿衣服啊 对啊 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打算长期在外边住了 是这样吗 你什么时候接受有威 我什么时候搬回来 箱子有点小 要不然你使我那个大的 这个箱子不是拿我的衣服的 是拿你的衣服 拿我衣服干什么呀 不是我问你话呢 你拿我衣服干什么呀 你等等 你 你干什么呀你这是 帮你准备换洗衣服啊 我什么时候让你准备换洗衣服了 我要干吗呀 去医院用得着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去医院了 爷爷求求你了 不去医院了好吗 不可以不去 你现在跟我去医院 配合医生治疗 那边我已经联系好了 你没有选择的权利 你这是跟我来硬的是吧 我跟你说我 我哪儿也不去 我就坐在这儿 我等死 我现在等死 为你的健康着想 没办法啊 对 你想想还有什么要带的 你带完之后我们马上走 你 你这是想逼宫是不是 行 你有种 爷爷 我也不是吃素的 今天啊 咱们俩就在这儿耗着 看谁耗得过谁 对 就是逼宫 如果我没有棘手准备的话 怎么能在太岁头上动土呢 aben 想脱离室 您就不去 对啊 病人已经准备好了 你们可以上来了 谢谢 麻烦了 给谁打电话 对了 这家医院的服务特别好 专门都配有专车 接送病人去医院的 什么医院呀 看他们来了 什么医院 专门来接 挺好的这医院 不可能 干什么你们 干什么 干什么 什么这是 这个病情绪有点暴躁 还有就是精神有点问题 我什么时候精神有问题了 不用管他说什么 我精神没问题 你胡说 走吧 我精神没问题啊 我真没问题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人 你们不能这样 干什么呀你们 我不去 干什么 我不去 你 你跟我说 你们是哪家人怨的 哪家人怨 韩明 你个混蛋 我告你们去 韩明 韩爷爷 您该挂水了 我挂什么水了 韩先生 韩先生您配合一下 我干什么呀 换衣服 我才不换呢 过去 你 你 过去 我看谁还敢过来 爷爷 爷爷 韩先生 你也 我知道 我知道 不好意思啊 你们先出去吧 不好意思 好 好 好 你快走 爷爷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像韩氏的董事长吗 像韩氏的董事长吗 我不像董事长 也是让你给逼的 我逼的 我逼的 爷爷 你还讲道理吗 如果你直接来医院的话 我不会这么做的 行啊 行啊 你现在马上跟鱼肉为断了 断了我就接受治疗 让我打掉皮 我就打掉皮 爷爷爷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不可能的 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 你又想把我摆平了 又想抱着你 我都没人归 哪儿那么多好处啊 生意不是这么做的 爷爷 这不是生意 这是您的命 和我一辈子的幸福 您知道吗 行了吧你 爷爷 韩爷爷 又来了 滚 韩爷爷 您这是 艾家 你可来了 你赶紧过来 赶紧过来 来来来 韩爷爷 您没事吧 没事没事 你出去 我们俩说点事 有啊 有什么话要背着我讲啊 我就背着你讲 出去 好 我出去 韩爷爷 把门关上 你跟我说实话 是不是你跟韩明 你们商量好了对付我 我 怎么可能啊 韩爷爷 我这次来 就是特意想要跟您说 您还是接受治疗吧 身体 不 我知道 这种病要想治疗的话 就得化疗 一化疗我的牙也掉了 手也哆嗦了 头发到时候 这一块 这一块 这一块的 我成老头了我 我成老头也没关系 是吗 完了我还得成天看着 韩明跟于又威俩人在一起 那你还不是让我 死了算了呢我 你 韩爷爷 你别生气 别生气 行 我依着您 我现在倒是有一个办法 成不成 在此一举 你 你说 您只要在韩明哥面前 态度坚决 不接受治疗 后边的事啊 交给我了 好 于又眉 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 你现在跟丁氏已经 没有任何关系了 如果说你再这样硬闯的话 我叫保安了 是啊 我就是丁怀远和于思雨养大的 不懂礼貌的孩子 你没有资格说他们 你不配 你也不配说我 至少我不像你一样 我会保护我爱的人 你会吗 你在这儿阴阳怪气的 你又想说什么 你为什么不好奇 那天韩明哥 为什么会突然离开呢 你又想用力奸计是吧 我告诉你 我是不会上当的 而且 如果真要有什么事情的话 韩明会亲自告诉我的 这里不欢迎我 请你出去 亲自告诉我 那韩明哥有没有告诉你 韩爷爷得了肺癌了 你胡说八道什么 你是否会怎么在哪儿 你欧阳 你不想到这儿 啊 你的人 你不想到你 我看见你了 你不忍得你 你不认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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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单词 船船疾病 你应该明白什么意思吧 艾成 没错 我没骗你吧 那你可贼说 拒绝治疗 又是什么意思 还不是因为你 韩爷爷说了 只要韩明哥一天不跟你分手 他就一天不肯接受治疗 于若薇 你知不知道 韩爷爷的病 已经不能再拖了 可是韩明哥却无法面对 就这么耗着 每耗一天 韩爷爷康复的希望 就少一分 如果真的有一天 韩爷爷因为治疗不及时 而有什么三长两短 就算你们在一起了 你不感到愧疚吗 你不感到愧疚吗 就因为你 韩明哥将失去他最亲的人 这将成为你们两个 永远的心机 鉴定报告你都可以作假 就凭这个我会相信你吗 你可以不相信我呀 但你可以亲自去医院看看 好自为耻 出去出去出去 你别抢 我不要你在这儿 别抢 别抢 我跟你说 我不治 我死了我也不治 爷爷 你要闹到什么时候 你都七十岁了 还像个小孩子一样 你能不能像个成年人一样 成熟一点 你这是跟谁说话 我跟你说话 坐下 你怎么能这么自私 我是你家人 你是我爷爷 你真的要让我一个人 孤零零地在这个世界上吗 你才不孤零零呢 你还有余有威呢 爷爷 你为什么老是针对余有威 为什么老是听爱家胡说八道 我这可不是听听爱家胡说八道 就凭你现在处处因为余有威 跟我吵架 我就不能接受他 爷爷 你真是不可理喻 我就是不可理喻 我就是一个混蛋 我 不治病 不吃药 我为什么呀 我就是为了我能早点死 等我死了以后 我就变成一条鬼魂 你们走夜路的时候 我天天跟着你们 你们俩睡觉的时候 我夜里敲你们玻璃 我就是要看看 他怎么把你迷得 不迷三道的 爷爷 你别别别 别问我 爷爷 我们真的要两败俱伤吗 我跟你说呀 只要是你还认我这个爷爷 你就必须远离于幼威 爷爷 我的话说完了 你问我最想去哪里 我说有你在哪里 你都可以 而现在房间里冷冷的光气 真的感觉有说不出的委屈 想想我们曾经一起的甜蜜 让我消除了对你的怀疑 我爱你爱到失去了勇气 喂 亲爱的余董 请问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赏脸 跟我吃顿晚饭呢 我工作还没有结束呢 你是不是要忙得很晚 不如这样吧 我去买外卖 去那边跟你一起吃好不好 不用了 我自己会解决的 你先自己吃吧 一位 我听你的声音好像不太精神 你没事吧 有吗 可能 是最近一段时间太累了吧 我还有工作要做 先这样吧 我自己都不能原谅 我自己 可 information 我 你看 我 我 你 我 最好的 我 我 你 咻